大浪打上岸邊削波塊 漸起大量水花 海上風浪明顯變大 也打壞遊客的旅遊興致 台北三天兩夜變成兩天一夜 現在買一買 中午吃一次就回城了 他就去市內的園域看一看 計畫感不上變化 宜蘭烏石港沿岸強風大浪 龜山的一號就開始封倒三天 不少遊客只能退訂 形成漁港餐廳業者的定桌預約 也取消八成以上 好好的週休假期就這樣泡湯 食材損失只能自行吸收 薛蘭諾入夜後 將接觸宜蘭陸地 暴風圈持續擴大 影響範圍可能再變大 北北季宜蘭注定躲不過風雨來襲 新北市淡水星星國小前 前一天就開始吹起強風 把陸樹硬生生掃斷 壓在路旁轎車 碎石樹枝殘骸掉落一地 工作人員拿出電鋸切割樹幹 趕在颱風來之前趕快清除事故路段 還有高雄六河路和中校路口 早上七點多 路樹也遭到強震風吹倒 倒塌路樹佔據一半的車道 嚴重影響交通往來 同樣在高雄市區建國中山路口 高掛外牆的大型廣告布條 因為間歇系風雨幾乎整片掉落 布條掉落地點正好是車流量大的地段 遠景擔心造成交通意外 趕緊趕來協助架固布條 預計時間越晚 風雨也會逐漸增強 提醒民眾盡量少出門 避免發生意外 近新聞綜合報導